而這場會議是受到了民眾的抗議 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跟國防部部長奧斯丁 出席參院聽證會時 遭到民眾的舉牌抗議 這場聽證會是為了向國會說明 白宮追加的1060億美元援外經費 當中除了支援烏克蘭跟美國邊境之外 有143億美元是用來支持以色列的軍事行動 因此由不少反戰人士到了聽證會現場來抗議 並且把雙手染紅象徵雙手染上了鮮血 現在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